財團的時候膝蓋就軟 民間島臺北市議員開炮柯文哲 因為在他市長任內 近拍板讓市北科T17 T18開發案 免提投資計畫書 一百一十一年四月 會議記錄柯文哲親自主持 拍板市北科地上全招商案 統一T16虛提投資計畫書 評選合格後以價格決標 但T17 18只要資格合格 就以價格決標 被質疑為財團大開方便門 在評選的過程中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 但是為什麼只有唯獨T17 18不用 通常投資計畫書中 需明文寫到開發進度及規劃 投資金額和回饋市府的權利金 如今得標的星光人壽 卻通通不需要 不止兩年多來不見施工進度 如今星光人壽還因為增資卡關 研議土地移轉想脫手 他當使用44億 建價把地上全標售給星光人壽 蔣市府你去允許他做地上全的移轉的話 草地變現的提款機 林彥鳳更痛批地方建設被柯文哲延宕 點出星光人壽輕易得標 可能跟柯猶猶有有關 因為星光人壽副總的吳欣盈2019年 加入民眾黨部分區立委名單 2021年柯就拍板免提投資計畫 半年後星光人壽順利得標 後續吳欣盈地捕立委更和柯文哲搭檔選2024 但始終為此新受副總職位 是送官送帝又送榮基 他所講的清廉根本是一個笑話 柯文哲卸任後首一攤與自己無關 而蔣市府則強調招標符合規定 只是面對北市重大建設發展 蔣市府難道又可規蔣隨 親親帶過嗎 三順成績結合採用台北這麼的